你们一定想不到 在国外有一家餐厅专门卖高度30厘米的芝士汉堡 目前没有一家餐厅能做出来像他家这么高的汉堡 而且口感极其的丰富 先不说味道 如果听到这个奇葩的事情 估计也能够吸引大量的食客前来观赏吧 能够做出30厘米高的汉堡 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人 这个老板当初有想法后并没有资金来开店 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女朋友 万万没想到 女朋友二话没说就支持了他 并且给他资金让他开了一家餐厅 起初没有顾客来观光 因为他们做的都太普通了 根本没有亮点 后来他决定如果能够把汉堡做成30厘米长的话 那么一定会吸引大量的食客 就在很多人认为他是说笑的时候 他已经成功了 现如今他家的客流量依旧是东京的第一 他说做汉堡的时候一定要有技巧 要让肉质更加的有弹性 所以会在手上来回的揉搓 然后把肉饼直接摊在铁板上 又放入了一些调料 肉饼在铁板上滋滋的冒油 然后又拿起了两个面包片放在铁板上 以及放入了一些香菇 毕竟香菇是一个不容易熟的食物 于是就拿小盖子盖了起来 又拿了一块肉放在铁板上 薯饺都是他自己制作的 所以只要买了汉堡 他一定会送你一份薯饺 取一些等量的薯饺 然后放入锅中进行炸制 看着他井然有序地做每一件事情 即便是客人那么多 他也不会手忙脚乱 依旧会跟着自己的步伐来做任何事情 在炸薯饺的时候 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将肉饼翻个面 因为快要完事了 于是开始进行摆盘 他说毕竟生活嘛 也是需要仪式感的 摆了盘才会让顾客心情变好 而且还会让顾客的食欲大增 此刻他拿了一个茄子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四分 放入铁板上进行煎制 又翻动肉饼 看看他所做的肉饼 还真的是挺有弹性的 经过他不断地翻面 也没见肉散开 并且他做饭还真的是停省地方 只需要一个铁板就足够了 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在铁板上进行煎制 煎好之后在里边挤一些沙拉酱 然后又拿了一些食材放入铁板上 散入了一些番茄酱 又倒上了一些芝士碎 此时又开始炒起了芝士碎 放在汉堡上 再把铁板上所有的食材 一次地累积在汉堡的上方 除了肉饼糊了一点之外 还真的想尝一尝 着 ede电池 放在铁板上